打开机箱的声音还是这么好听 今天我们终于给它装上了NVIDIA RTX的独显 现在这台万兆迷离工作站终于圆满了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介绍给万兆雷电工作站MS01 装上NVIDIA RTX4060移动显卡后的表现 它是一台超强性能的小主机 也是一台集成最高阶网口的路由器 还是一台超万兆的雷电存储 安装RTX4060移动显卡 它能成为了一台超级迷离的图形工作站 当我在淘宝看到这块2000多元 单朝半高刀卡4060的时候 我就知道MS01终于迎来了它的绝佳伴侣 即使我们早已了解 这台小主机的PCA插槽 仅仅能够提供75瓦左右的供电能力 并不能完全发挥4060的全部性能 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拿下了它 大家认为装置了RTX4060 MS01是不是圆满了呢 我这台MS01用了接近一年 它的CPU是i913900H 更便宜的12900H和12650H 也很实惠 我们把这最后一项PCIe扩展槽 替换为NVIDIA RTX4060笔记本显卡 这就是商家发过来的显卡 包装还真是简陋 一个半高一个全高的挡板 显卡上也有一个镂空的半高挡板 绿色贴纸上写了RTX4060 8G 一个DP接口一个HDMI2.1接口 显卡后部是一个小型涡轮风扇 做工还像那么回事吧 赶快打开MS01 卸下螺丝 装上显卡 好 我们先来泡一下3DMark Time Spy 7699 Firestreak 20935 Steel Loman Lite 56.66fps 列表看一下 对比上周我们测试的 115瓦满血的RTX4060 大概率只有它的70%多的性能 跑纳马三大模型 37.8Token每秒 是780M核显的三倍多 是满血的RTX4060的九层 这个倒算是不错 单烤GPU RTX4060 Laptop 接近80瓦 此时整机功耗最高122瓦 双烤CPU和GPU 英特尔酷睿i913900H 只有45瓦 RTX4060 Laptop 还是接近80瓦 此时整机功耗最高135瓦 游戏测试黑松花 无空 1080P DLSS超彩545 均衡模式 开启增生层 画质几乎全高 最后结果 平均增90帧 同样条件下 关闭增生层 平均增65帧 也同样能唱完1080P 60帧的黑悟空 地平线5 2K超高画质 普通场景70多 接近80帧 复杂场景60多 接近70帧 英雄联盟 4K最高画质 也是200多帧 随便玩啊 古墓丽影暗影 运行游戏测试工具 1080P最高画质 测试结果101帧 2K最高画质 测试结果64帧 荒野大飘客2 运行游戏测试工具 1080P超高画质 平均增67帧 2K超高画质 平均增51帧 做成图表 对比一下 大概率 帧数是满血的 115瓦的 115瓦的RTX4060的8层 虽然在几台独显中垫底 但它毕竟接近60帧了 可以唱完这两款游戏了 RTX4060 HDMI接口最高可易输出 4K144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连接索尼OLED电视 最高可易输出 4K120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装上NVIDIA RTX4060独显后 Windows下最高待机功耗 达到了30.2瓦 单烤GPU 最高功耗122瓦 双烤CPU和独显 最高功耗135瓦 原机自带的180瓦电源 暂时还能撑得住 室温29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41度 GPU带机温度38.5度 散热还是不错的 Time Spy测试GPU的时候 机身噪音58分贝 收回在耳边47分贝 小主机带机的时候 机身噪音54分贝 收回在耳边46分贝 总结一下 我们的这块NVIDIA RTX4060 移动独显 安装在MS01 机身内部的PCIe插槽上 由PCIe插槽 单一供电 满血性能释放 接近80瓦 图形测试保分 大概只有满血 115瓦的RTX4060的70% 3A游戏帧数 大概是满血RTX4060的80%多一点 跑纳玛3 8B大模型 编程测试 大概是满血的RTX4060的90% 这样的结果 我已经比较满意了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不过 待机的时候 有间歇性风扇启动的声音 这算是一个缺点吧 能不能调整一下 待机别动不动就启动风扇呢 有满血的HDMI 2.1接口 点赞 从我们上述测试来看 它目前是非常合适 MS01的4060独显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